你知道怎么用数学公式打篮球吗 男人拿出一把尺子 测量了一下篮筐的直径 又用300米的米尺 测量了一下篮筐到地面的距离 为了让篮球各个都能投中 男人在每个一米的地方设置标识 仔细地观察距离是否必知 他用全室测量篮筐和投篮点的距离 把监控里的保安都给看蒙了 但男人根本不在乎 还拿出了ZA测量了篮球的压力 六把数据全部写到了一张纸上 最后就开始了计算 他为什么这么执着呢 原来就在刚刚 他看见一个保安 在像职业球员一样打篮球 本来男人很是羡慕 结果保安临走时 挑衅的鄙视他啥也不会 男人瞬间感受到了侮辱 于是他捡起篮球尝试了一下 几个箭步上去 愣是一个球都没进 这可把监控里的保安给乐坏了 但男人却怒了 作为数学天才 他发誓 又用数学公式来打败这个保安 于是他开始拼命地测量和搜寻数据 却遭到了保安的嘲笑 很快他就把所有的数据 写到了一张纸上 并用物理方程式计算起来 又用小木头人不停地实验 终于经过骑骑48小时后 他成功地根据球的速度和本身的压力 精准地计算出了准确投篮所需要的公式 于是男人拿出了三个篮球 想要来证明自己的结论 果然不出意料 他成功了 而且投篮的精准度 比库里还要厉害 把一旁的保安都给震惊了 所以千万不要瞧瞧任何人 男人一觉醒来 居然发现自己的床被淹了 他赶紧打开灯一看 整个宿舍都被淹了 而且水位上升极快 他们都来不及反应 海水就把他们淹没了 大卫赶紧去开门 可门却被锁得死死的 耳朵的同学都纷纷拿下花洒 将他们插进马桶里 试着呼吸 但这不就是在等死吗 大卫一看门是打不开了 他赶紧下后移 这房间一定有办法出去 危急时刻 大卫靠着单身30年的憋气功力 找到了一堵单身玻璃 他狠狠的拽住把手 然后在扎实的马蹲 用尽浑身的力气去砸玻璃 一下两下三下 终于他成功了 所有人都被救了出来 你绝对想不到 这居然是一项残酷的特工考核 如果不过关 等待他们的不仅是被淘汰 还有死亡 而第二项是高空跳伞 没想到这考核还有这么刺激的 就在他们happy的时候 教官就告诉他们 降落伞只有五把 他们有一个人身上的降落伞是坏的 也就意味着这个人必死 大卫提议几个人手拉手 来降低下降了速度 但总有恐惧的 提前打开了伞 不到一秒 又一个 下一个 最后只剩下大卫和小美了 两个人相互拥抱 信任彼此 在快落地的最后一刻 大卫打开了小美的伞 他们成功了 而这轮考验的不仅是要彼此信任 还要绝对的服从精神 因为大卫的降落伞也是安全的 但他始终没有打开 而第三关更恐怖 大卫被绑在铁轨上 一辆火车正在飞速驶来 他要在五秒内逃脱 可根本没有人能做到 突然 原来这是一个机关 他会保护大卫 就是让他不仅要团结队友 还要相信组织 最终 大卫成功的入选 他也将开启他 王牌特攻的奇妙旅程 小乞该太饿了 看见别人在喝汤 他也学着一口一口的喝 虽然什么都没有 但他也只能用这种方式 冲击 看见别人在吃牛排 他也学着人家 用捡来的叉子 边切边吃 还学着男人的样子擦嘴 仿佛这样 他也能冲击一样 第二天 还是那个地方 男人喝咖啡 小乞丐就捡起一块破碎的桶 学着男人的样子 不停的搅拌 然后再慢慢的享用 可这次 男人没有吃饭 而是急匆匆的走了 出于好奇 小乞丐跟了上去 原来他是去接自己的孩子 小乞丐真是羡慕极了 看着小男孩摸自己的爸爸 他也学着在一旁摸 看小男孩点爸爸的鼻子 他也学着做 他们无论做什么动作 小乞丐都跟着学 尽管自己对面什么都没有 但小乞丐还是不停的跟着做动作 还学的有模有样的 他做梦都像有个爸爸 最后他还学着人家拥抱的样子 很久很久 不停的沉浸在幸福中 又学着被爸爸牵着的样子 快乐的奔跑在马路上 他好像忘记了一切饥饿 等到父子俩走后 小乞丐还礼貌的跟他们告别 直到这天 男人刷到了一条消息 关于小乞丐学他们父子的感人新闻 男人似乎想到了 自己在咖啡厅前 遇见的那个小男孩 小男孩还曾经礼貌的和自己打招呼 最后男人疯狂的跑了出去 很快就在马路的一角 找到了小乞丐 男人被小乞丐的行为感动 他决定收养小乞丐 小乞丐终于感受到了来自爸爸的拥抱 世界是温暖的 所以我们也要温柔以待 小乞丐已经三年没有吃饭了 却在这天捡到了一瓶过期的罐头 他赶紧打开的冲击 这一幕恰好被一旁车里的小男孩看到了 小男孩请求自己的父亲收留的 为了让儿子不再过躁自己 打扰他的工作 爸爸答应了他 还把小乞丐带回了家里 小乞丐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房子 开心极了 小男孩也为了欢迎他 还拿出了自己最喜欢的一套衣服 梳洗后 小乞丐摇身一变 居然成了少爷 从此小男孩和他一起吃饭 一起去户外玩耍 看着儿子这么开心 爸爸也很欣慰 为了让小乞丐陪自己打游戏 小男孩还为他准备了手机 小乞丐简直就跟做梦一样 无比的激动 但好景不长 这个天却出了意外 突然有事的爸爸 只留下小乞丐一个人在车上看车 可他却打起了游戏 丝毫没有注意到 男人的钱包已经被小偷偷走了 等到男人回来 却怎么都找不到钱包 而车上只有小乞丐一个人 于是就断定 一定是小乞丐偷偷的拿走了 并藏了起来 男人十分愤怒 还撵走了他 可怜的小乞丐 不得不又一次过起了流浪生活 直到这天 男人又一次被小偷盯上了 为了抢他身上的钱 还拿出了武器 就在这时 小乞丐居然不顾自己的安危 直接扑了上去 还咬伤了小偷的手 最后男人一拳打倒了他 就在这时 男人发现了自己那个丢失的钱包 里面还有自己的照片 原来是自己错怪了小乞丐 他十分后悔 所以生活中 你可能会被误解 但真相总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正义也许会迟到 但永远不会缺席 如果前面有个不适合你的圈子 你是选择刻意融合 还是选择坚持自己呢 这是一个奇怪的魔方世界 他们每个人都必须和自己相同颜色的人打招呼 但凡有一点和自己不一样 他们就会退避三尺 小白是个新人 就特别怕被孤立 于是每次看见一个人 就会悄悄的 变换成和他一样的颜色 他忐忑的点了一下对方 没想到居然成功了 对方认为他是自己人 这可把小魔方乐坏了 于是他看见蓝色的魔方 也会去迎合对方 再把自己变成蓝色 这次他又成功了 于是他开始大胆的游走在各种颜色的魔方里 期望交到更多的朋友 即使有一天 他们前方是自寻死路 小白也会努力的去迎合 直到这天 他在变换颜色时 一不小心弄错了一个方块 对方直接就不高兴了 干净躲他远远的 小白难过极了 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这么努力了 还是不行 于是他又强迫自己 把中间的蓝色 用一张黄纸贴上 可这次由于紧张 他把自己变得乱七八糟的 直到整个人的方块全掉了 因为他用力去迎合别人 已经失去了自我的辨别能力 他不知道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终于在这天 他好像想到了什么 他捡起自己的魔方块 决定找回自己 不是和自己一样的人 他也不再去迎合 何必让自己身心疲惫呢 他要做快乐的自己 终于不久后 他遇见了和他不一样 也愿意和他做朋友的人 所以不是你的圈子 不要勉强自己 人的一生精力有限 我们要用更多的时间 去为梦想而奋斗 那样才能活出漂亮的自己 交到真正属于你的朋友 如果外星人有强迫症 会发生什么呢 比如这些粉色的大头宝宝 他们可不是在工作 而是在玩玩具 在这个奇葩的星球上 所有的人不管做什么 都要统一一致 所有的物品都要摆放整齐 不允许有一点偏差 但凡出现一个不一样的人 你绝对想象不到 他们的后果是什么 就比如这个熊孩子 被大家发现后 就一致认为他有病 于是赶紧通知他的妈妈 妈妈有火速带儿子 挂号了医院的钢肠科 为了测试小宝宝的病情 专家立马拿来个魔方 小宝宝还以为是玩具 直接就给弄得乱七八糟的 这给爸爸妈妈惊得 下巴都要掉下来了 医生一看 嗯是有点严重 于是又拿了个画本 开始的时候 宝宝还很规整 医生以为还有的救 结果啪击 完了立马认定 这病逝到了晚期 于是医生为宝宝 拿来了催眠器 还为他特制了一碗药剂 宝宝还以为是糖果 一口就吞掉了他 结果宝宝瞳一句 直接傻了 从此他也和别的孩子一样 做什么都竟然有序的 再也不调皮捣蛋了 却失去了宝宝原来的思考能力 妈妈给他买了冰淇淋 他却不知道怎么吃 因为没有教过他 直到冰淇淋都快化霉了 在父母的催促下 宝宝一口吞掉了他 结果小宝宝却把冰淇淋 连着吃过的药都吐了出来 这下完蛋了 被压抑了太久 小宝宝越来越叛逆 他开始破坏这里的一切 把这个世界的交通 都给搞瘫痪了 还被抓了起来 医生认定 这孩子一定是无药可救了 于是赶紧通知他的父母 要给宝宝另外寻找个星球 随后宝宝就被放进了太空仓里 送出了粉色星球 宝宝也随后变成了 人类婴儿的模样 因为前方正巧是地球 原来地球的宝宝 都是外星的熊孩子 也正因为他们爱挑剔导弹 聪明富有想象力 才会让地球更加的多姿多彩 而不至于全是粉色 这是个十尊重的书包 可蓝爸爸却在不停的往里塞书 直到书包都快塞不下了 然后他就嗖的一拉 书包就变小了 只是顽皮的儿子跑了过来 爸爸啪唧就背到了儿子的肩上 好家伙 儿子鼻牙的摇摇晃晃的 这是个神奇的世界 所有的东西都是灰色的 只有快乐的人才会拥有颜色 蓝爸爸每天上班都会变成灰色 而小黄却一直保持黄色 因为在他的世界里 他会把不喜欢的数字 都变成有颜色的图画 蓝爸爸只有看见儿子后 才会恢复快乐的颜色 直到这点 广场突然出现了一棵红色的树 居然是有人在演奏音乐 小黄高兴极了 可爸爸却把书包递给了他 提醒他要去上学 小黄送给老师一幅画 可老师非但没有夸赞他 而是给他换了一张 叫他继续学习 放学后 他又把画拿给爸爸看 爸爸也十分不高兴 他不明白 为什么大人们总是让自己 做些不开心的事呢 渐渐的小黄也不高兴了 爸爸拿了书包 他会逆来顺受 拥抱爸爸时 也会满脸的无奈 就连爸爸也很难感受到 儿子的快乐了 直到这天 儿子再也不想拥抱爸爸了 小黄的颜色也变得越来越浅 爸爸翻开了儿子的作业 这才恍然大悟 于是在第二天上学 他叫住了儿子 把他带到了大树下 可那个会弹奏的人却不见了 小黄失望极了 但转头一看 爸爸却站在了树下 为了让儿子恢复快乐 爸爸摆出了弹奏的架势 儿子终于开心的笑了 而爸爸也瞬间变成了蓝色 所以每个人都应该学会寻找快乐 毕竟生命只有一次 而一个幸福的童年 他会治愈孩子一生的不快乐